這個呢 680 這個呢 1,700 你要買哪一個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486 隨便聊 我是486 那最近呢有一個東西非常的有趣 就是這一個 就是什麼 就是在家裡呢 你就拿這個東西滾一滾一滾 然後呢 腹肌就會出來了 各位可以看得到 一般傳統的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的單價真的很便宜 像這個網路上的價格是 198 塊錢 198 真的很便宜 那我沒有買這一種的 為什麼 因為我很久以前 我記得我好像有曾經在網路上看過 有人就是說 用這個東西 結果一個不平衡 手歪了 手一歪 剛好壓到這個手指 造成就摧到 就受傷了 所以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呢 現在流行的是這一種 叫做坦克肩負滾輪 那為什麼叫坦克呢 因為它的底 那個體積 它這個底座很大 所以當你在滾的時候 第一個呢 你比較不會這樣歪斜 發生一歪手去撞到這個地上 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這一種都比較適合初學者 我們知道 常常這個一往前一撈 就縮不回來了 所以呢 它這個都是怎麼樣 它這個是有彈簧的 它這個有彈簧 你往前撈 其實它後來會有一個力量 讓你在往後 所以對於我們這種初學者來說呢 它使用起來的話 它就會輕鬆相當的多 OK 所以OK我就買了 那基本上呢 我跟各位講 這個一個是680塊 這一個是1700塊 我就想說奇怪 白白看起來就是這個坦克滾輪 為什麼價格差了1000多塊錢 所以呢 以大哥的個性很好奇 我兩個都買 那兩個都買之後我才發現 一分錢真的是一分貨 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一個看到1700跟600多 幾乎我敢講 大多數的人都會選擇600多塊 這個是人之常情 因為你看這個外型 看這個 就是非常的相像 但是大哥買了之後我開始用呢 我就知道說真的 這個1000多有1000多的品質 600多就是600多的一個品質 第一個 我這個才剛第一次使用的時候呢 它就會發生奇怪的聲音 那麼再來就是說 回彈的這個力量呢 這個1000多塊真的確實強很多 那這個呢 我當我錄到比較前面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緊 有一點卡了 那我不敢再往前錄 為什麼 因為我怕裡面的彈簧斷掉了 那 所以我自己猜測 讓我沒有猜 它裡面彈簧 可能用的質量 跟它的長度 真的就是沒有這1000多塊的 來的好 再來就是這1000多塊呢 它還有很貼心的 附了一個這個軟墊 那因為我這個1000多先收到 然後 所以我以為 這種都有送一個軟墊 那這個軟墊就是給我們 剛開始初學者 你不要一下子就站立這樣往前 再錄回來 而是你要先跪著 再往前錄 那這個東西就是 讓你放在那個膝蓋那一邊 那我要跟各位講 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樣 想要用這個肩腹滾輪 來增加我們的手臂 下手臂上手臂 跟我們的腹肌 以及背肌的肌肉的話 你千萬不要冒然在家裡的地板 直接就跪下去就這樣做 你的膝蓋會受傷 一定要找個東西墊 那因為這一組呢 我是在家裡收到的 這一組我是寄到公司 我打算一個放公司 一個放家裡 想到有事就沒事 就嚕一下嚕一下 所以我在家裡 沒有這個軟墊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不然就隨便找個什麼 毛巾摺一摺啊 我想毛巾摺起來很厚 比這個厚很多 應該舒適度還是一樣 後來真的經由實際的使用 我發現真的還是這種軟墊 不要看它小小薄薄的 這個弄起來 膝蓋真的又柔軟又舒服 那麼 一千多 它又多送了這一片這個東西 六百多就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故事 就讓我們了解 所有的東西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外表都很像 都很類似 但是裡面事實上 其實卻是大大的不同 貴呢不一定最好 但是便宜的呢 可能怎麼樣呢 它的品質 絕對就是 差強人意而已 這一集486隨便聊 就跟各位聊到這邊 一分錢 真的就是一分貨 本節目由486團購提供 最新最棒的家電 現在就上486團購 不要看 稍後